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老板说 这个榴莲味的汤圆它是包含了85%的榴莲肉的 这么一吃 果然又香又臭的 真的很好吃 据说北方人偏爱元宵 南方人偏爱汤圆 咱们一块去看看别的地方的小伙伴都是怎么吃的吧 今天小兴为大家带来了一种很新的吃法 咖啡配汤圆 一口唇齿流香 两口回味无穷 让我们请同事们也尝尝吧 就是入味 糯米裹着咖啡做的 中西方结合的新吃法 味道真是疏乎意料了 今天小兴为大家挑选十几种不同口味的汤圆 我来替大家尝一尝是什么味道 什么咖啡做是嘞 绝小兴 我就非常 colleg belt 这种汤圆 我最劲的汤圆 alford 这种汤圆 做什么让你吃到 我最后来吃了 真是素食 不能值得 总体吃下来 我觉得比较惊艳的是 第一次吃的这个腊肉汤圆 然后它里面加的豆芽 我觉得也给它整体来 给汤圆整体提鲜了不少 我觉得还是比较喜欢这一款 在海纳百川的上海城市文化演讲家 上海人会把喜欢吃的各种口味 都添进汤团里 鸡菜鲜肉汤团 美食汤团 榴莲汤团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它们做不到 就像我碗里的 蟹粉鲜肉和抹茶汤圆 看似黑暗料理 但吃起来却别有一番风味 作为名东北孩子 我们年年证为食物都是汤团 但是今年我们想挑战一点不一样的 挑战什么呢 我们今年东北冻梨火出了圈 有非常多的花式吃法 那我们两个今天也想感受一下 冻梨和汤团会产生什么样奇妙的反应 我们刚才在市场上 先买了这个已经欢好的 冻柿子和冻梨 然后呢就是牛奶 西米物炖汤团 尝一口 先喝口汤 好好喝 比想象中的要好喝 对 比想象中好喝 有种吃冰汤团的感觉 好像冰高了吃起来 冻柿子呢就跟冻梨汁配汤团的吃法就不太一样 对 这个呢就更刺激 这么呆着这个 它当一个就是小盘子 对 东北叫菜宝再饭宝一口一口 叮叮凉凉 明月一轮照人间 元宵佳节人团圆 吃完元宵 我这个春节算是圆满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